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在餐桌旁 妈妈不慎将筷子摔落 她语气严厉地问道 为何这周二十五元的零花钱没有上交? 难道你用我的钱和男生乱混? 爸爸随后严肃地指出 宋夕 你应该向弟弟学习 尽管你的学习条件不如他 但做人一定要保持清白 我意识到他们也清楚 我读的学校不如弟弟的学校 宋昭就读的是一所国际小学 全英文授课 每学期学费高达五万元 而我则是在普通的公办学校就读 一顿饭最低消费三块 尽管我每天只吃素食 但每周仍需支付试卷印刷费、补课费 以及其他杂费 为了不向父母伸手要钱 我已经连续五天只吃一顿饭 即便如此节省 仍欠下试卷印刷费三十五元 哪还有钱每周上交二十五元呢? 我早已心灰意冷 但看到弟弟脚上的一只鞋 我还是忍不住抱怨 你们每周给他五百零花钱 为何还缺我这三十五元? 听到这句话 父亲勃然大怒 猛地抓住我的衣领 将我扔进了地下室 不吃苦 你懂什么叫珍惜? 你太爷爷创业初期胡纸盒 一分一分攒下来才有了如今宋氏集团 你倒好 千金大小街看不起三十五块钱 最后我在地下室被关了一夜 被放出来后 他们依旧没补齐剩下的三十五块 妈妈丢下一句 读书不是让你去享福的 便匆匆捋了捋身上的皮草 送弟弟去学校顺便参加家长会 临走前 宋昭看了我一眼 像是看垃圾一样 是 他接受的是精英教育 觉得说普通话太漏 在家和父母交流 都说英语 爸妈听不懂 却一个劲夸他有出息成绩好 我也背起表姐不要的书包 不行去学校 上学路得花一个小时 我熟悉路况 盯紧垃圾桶 每个垃圾桶都被我翻了个底朝天 中途还接受了个随机采访 终于 在去学校之前 我把手里的垃圾卖给废品回收站老大爷 三十五块钱到手 我准时上交了费用 终于不用再承受老师异样的目光 晚上回家 父母却大吵一架 父亲脸上从未有如此难堪 不就是三十五块 你给他就行 现在好 新闻都报出来 宋氏集团千金减废品赚钱 宋氏集团疑似破产 你让我的脸网哪个 母亲不依不饶 女孩有钱就变坏 谁知道她拿钱干什么 现在出了事而怪我 与此同时 弟弟脸色阴沉回到家 把书包往地上一扔 朝我怒吼 我没有你这种丢脸的姐姐 滚 我却阴阳怪气 哟 少爷会说 普通话呀 宋昭估计是觉得 和我说话 有失品味 回头朝爸妈发脾气 今天同学都嘲笑我 有个捡垃圾的姐姐 我要辍学 父母见状 赶紧哄宝贝儿子 回到房间 我借庸人的手机浏览新闻 原来是早上的随机采访上了热搜 有人认出我是宋氏集团的大小姐 警号宋氏集团疑似破产 警号 警号宋氏千金捡垃圾 警号 警号宋氏集团市值一天蒸发七个亿 警号 看到具体数字 我忍不住乐开了花 35块钱换七个亿 值 为了让儿子有脸上学 夫妻俩连夜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 他们一家三口紧紧挨在一起 母亲端庄华丽解释 早上的新闻是个误会 什么阿猫阿狗也来冒充宋氏集团千金 更何况 他故意顿了顿 引得记者把话筒递得更近 我们只生了一个儿子 哪来的千金 父亲接过话筒 神情肃穆 颇具董事长威严 我们将对任何散布虚假消息的媒体予以警告 希望大家以后传播事实 弘扬正气 弟弟依旧拽个二五八万的模样 用英文强调自己是独生子 我低头看了看 差点被脚趾胀破的运动鞋 宁愿相信自己不是他们亲生的 从小到大 父母都强调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哪怕他们身价数十亿 我的吃穿住行一律都和普通人一样 我以为这是父母对我的爱 希望我将来成为更优秀的人 所以我从不抱怨 唯一一次是因为生日没有等来生日蛋糕 我提了一句 父母连夜给我做思想教育 大山里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 连蛋糕都不认识 你不反思自己拥有了多少 还嫌弃自己拥有的不够多 你长这么大 我们缺你吃喝了吗? 我羞愧不已 为自己奢靡而惭愧 从那之后更加节省 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可弟弟出生后 一切都变了 他有最贵的婴儿床 最贵的学校 最优秀的私人教师 甚至一出生 爷爷还送了他百分之五的集团股份 当我得知自己和弟弟不在同一所小学 曾傻傻去问 为什么弟弟不用吃苦? 你难道不想他将来成为人上人吗? 母亲鄙夷地看了我一眼 仿佛听到天方夜谈 你弟弟本来就是人上人 长大以后要继承公司 和你爸爸一样辛苦 现在当然要享福 当时我不懂 直到后来听见父母说悄悄话 宋夕怎么又和弟弟抢玩具 现在抢玩具 长大后抢公司 这还得了 看来我们还是对他太好 养大了他的野心 那时我才知道父母为什么只苦我一个 原来是害怕我和弟弟争家产 可为什么要用争这个字呢? 我也是他们的亲生孩子 这个家本就该有我的一份 从那以后 我彻底醒悟 所谓的苦难教育 只是针对我一个人的破 为了不让我影响弟弟上学的心情 爸爸连夜给我买了一套二手老破小 让我搬出去 连你弟弟都没有房子 你看你爸多偏心 母亲嫌弃捂着鼻子 打量这套还没他护肤品贵的房子 我清楚明白他们给我买房的原因 虽然恶心 但仍装出感激的模样 谢谢爸爸 毕竟我也不想和他们住在一起 临走前 我还委婉咨询了生活费 爸爸 那我以后的生活费怎么办? 其实你不想给也没关系 毕竟你都给我买了房 我可以出去捡垃圾 遇到采访我也不会说自己是宋氏集团千金 网上有关我的一家四口合照 已经被清理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三口之家的合照 但想想蒸发掉的七个亿市值 父亲还是心口一痛 我每个星期让秘书按时打给你 我安慰父亲 就算忘记也没关系的 我有手有脚 饿极了自己会翻垃圾桶 父亲行走的背影又是一僵 送走一家人 我叔父躺在床上滚了两圈 换了房子 我步行上学的时间缩短了半个小时 可以多睡三十分钟 但我仍然坚持七点早起 苦难教育固然没有必要 但如果我想摆脱家人经济独立 必须得努力学习 或许是真怕我再去翻垃圾桶上热搜 我爸每周生活费都给得很准时 甚至还提高标准 每周一百 没有家人打扰 我心无旁骛努力学习 终于考上了竞争惨烈的示意中 弟弟有爸妈的超能力 不用努力也去了最贵的国际高中 到了高中需要交学费的时候 我就给秘书打电话 秘书再上报董事长批准 几千块的学费 比几亿的大单审批时间还长 往往都是到截止日期最后一个小时 秘书才转钱过来 高中补课的费用比初中多 但每周一百的生活费没变 我开始想办法慢慢接近那群 家里有钱又不想写作业的少爷小姐 每份作业收费五十左右 可根据成绩上下浮动正确率 一学期下来 我居然赚了不少 知识点也更加牢固 渐渐地 我业务更加庞大 扩展到了其他学校 为此 我不得不买个新手机 到处加人 但我没想到这次居然加到了亲弟弟 他把诗卷寄给我 直接转账三千 让我赶紧写 望着他随手转来的三千块 再想想我每周一百生活费 一股名为委屈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 我不受控制点开了他的朋友圈 对方的生活一如既往丰富 世界各国旅游 豪车美酒 KTV 照片里面有瓶特别出名酒的叫黑桃 据说得好几万 这些奢靡的生活 我想都不敢想 翻遍朋友圈后 我深呼吸一口气 给宋昭发消息 外校同学作业需额外收取三千快递费 本以为对方会骂奸商 或者撤单 没想到宋昭又赚了三千 根本不拿钱当钱 我冷笑一声 点击收款 拿出他的作业开始写 有钱不赚王八蛋 这一单够我吃一学期 等我写完作业 已经凌晨两点 刚准备睡觉 就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接通后 里面传来母亲慌张的声音 嘻嘻 你快来香槟大道970号 妈妈给你买了辆马沙拉蒂 快过来取 我妈给我买豪车 我宁愿相信秦始皇复活 还不等我回答 手机再次传来尖锐的叫嚷 快过来 不来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随后 电话被挂断 是出反常必有妖 忽然 我想到弟弟半小时前的朋友圈 点开一看 香槟大道配马沙拉蒂 人生不过如此 我眼皮直跳 搜寻本地新闻 果然发现同城生活里有人发帖 劲爆 香槟大道未成年富二代飙车撞死人 我凉透的心再次沉入谷底 怒火冲上大脑 手指发抖 他们居然想让我顶包 儿子的命是命 女儿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我不断深呼吸 三分钟后才冷静下来 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冷静告诉她我没钱打车 对方二话不说赚了一千 我收下钱就挂断电话 半个小时后 我走到楼下 假装到了目的地 妈 我到了 你在哪 在LV店大门口 前面有一棵树 你看车 车是马沙拉蒂 母亲的声音明显急迫起来 从电话也能听到声音里的恐惧 我故作为难 妈 LV是啥子 我没听过呀 马沙拉蒂长啥样 我真不知道啊 你个蠢货 怎么一个奢侈品都不知道 赶紧过来啊 对方已经彻底失去理智 对着电话怒吼 我拿着电话走了几步 语气依旧楚楚可怜 可我是吃苦长大的 真没见过奢侈品 这里有好多车 黑色的黄色的 还有香钻的 马沙拉蒂是哪个呀 随后我把电话拿远 喂 妈 我手机 没 信号 听着对方的歇斯底里 我果断挂断电话 一夜好眠 第二天我打开热搜 警号富二代飙车撞死母女警号的新闻高居第一 想必是竞争对手公司买的宣传类 我却高兴不起来 看到宋昭倒霉固然是好事 但那对母女却是鲜活的两条人命 这件事闹得太大 就连退休在澳洲定居的爷爷也赶回家 他们继续用超能力收买了幸存者的老公 对方拿了钱撤诉 宋昭安然无恙 但经过此事 爷爷对继承人孙子有些失望 他叮嘱父亲 平时也要多关心兮兮 不能厚此薄彼 费了一个才想起另一个 我原来在家过的什么日子爷爷又不是不知道 不过是装聋作哑罢了 为了不惹麻烦 我赶紧抢答 弟弟出事 爸妈关心弟弟才对 我是姐姐 什么都要让着弟弟 父亲对我的回答很满意 爷爷也没多说什么 唯独母亲冲进来指责我 昨晚让你来你为什么不来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妈 要是你早点来 我的招招就不用去警局受苦 说到最后 母亲居然哭了 仿佛儿子真受了天大的委屈 完全忘却那对死去的母女才是受害者 爷爷听着母亲的哭声烦躁不已 都是你把招招惯坏了 再哭我就把孙子接到身边亲自教 母亲立马止住哭声 生怕得罪老爷子 然而 下一秒 爷爷又望向我 昨晚你真的没去 这个问题再次刷新了 这家人在我心里的道德下陷 我故作委屈 憋出两滴眼泪 我去了 可是 我真不认识啥是马沙拉蒂 昨晚还有人朝我吐 让我滚远点别影响世容 爷爷信以为真 因为舍不得给孙女见世面 导致孙子坐牢 老人家痛苦不已 他再次将怒火对准母亲 至于他的好儿子 隐身了 望着母亲委屈的样子 我火上浇油 妈妈 你那时就在弟弟身边 为什么不帮弟弟顶罪 难道你口口声声说的爱弟弟都是假的 宋昭进门时 听到的便是我这句话 看向母亲的眼神愈发寒冷 母亲也哑口无言 我 我太着急 没想到 结巴半天 他一个理由也没说出来 我上完眼药就打算回家 临走前父亲想起爷爷的嘱咐 叫住我 爸爸这段时间忙 没去看你 以后你每周的生活费多加五十 一周一百五生活费 他该不会以为我会感激涕零吧 然而望着亲爹期盼的眼神 我发现他真想贴脸开大 我强压心头不适 努力挤出笑容 谢谢爸爸 回去后 蒙写三套试卷才平复心情 期中考试 我再次夺得年级第一宝座 来找我的客户又多了起来 我并没有全部都答应 而是选择竞价 十份作业 价高者得 成功卷到五千一份 毕竟不想写作业又能进入义中的大部分都是有钱人 而嫉妒我的人也不敢得罪班级的混混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在我事业如火如荼时 宋昭再次联系我 听说你是一中大佬 成绩和宋昔比如何 我瞬间愣住 差点以为身份暴露 可转念一想 宋昭如果知道肯定会告密 爸妈也不会没动静 于是我回复 宋昔比我差远了 对面立即发来三个红包 每个红包三千 我给你三倍价格 以后我的作业你包了 必须做到全对 我立马收下红包 从此以后 宋昭的作业次次全对 我收到的钱越来越多 仅他一个人就赚了七八万 有次我开玩笑问他 你的零花钱该不会都花在作业上了吧 宋昭意气风发 给我结了一张银行卡余额 足足六位数 五开头 这只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 还没算作业全对的额外奖励 我笑容僵在脸上 敷衍恭维了他几句 毫不手软提高对他的收费标准 过了几天 宋昭居然发给我一套期末考试试卷 上面明黄黄写着期末秘卷 不可拆卸 他一次性给我转了一万 我没收 打算坑把大的 试卷价格另算 一张一万 对方财大气粗又赚了五万 我全盘照收 自己写完后把正确答案发给他 新年回家 爷爷也从国外飞来过年 一家人穿着红色的亲子装 只有我套了个牛仔外套格格不入 饭桌上 妈妈一直给弟弟和父亲加菜 笑容灿烂 汇报弟弟的成绩 招招最近学习可用功了 不仅作业被老师夸奖 就连期末考试都拿了第一 爷爷对着弟弟的试卷满意点头 招招用功 营养也得跟上 你们多给他炖鱼补补脑 我心想 这种脑子就是把鱼吃绝种都补不回来 结果爷爷的话题就转移到我这里 西西最近成绩如何 我谦虚低头 退步了三名 因为有人花钱拿钱三 我只好空分到第四 爷爷笑容淡了不少 妈妈也得意洋洋 女孩子都这样 一开始成绩好 学着学着就后劲不足 我看是吃得苦少了 学习上懈怠 爸爸作为一家之主 立马主持公道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看来还是生活费给多了 从下学期起 你每周的生活费降低到三十 有意见吗? 我哪有意见 有宋昭这位宋财童子在 我又不缺三瓜俩枣 没意见 听到我顺从地回答 夫妻满意点头 母亲看着我的脸 却愈发不顺眼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最后还不是要嫁人 听说老周家最近想给儿子结门亲事 如果西西嫁过去 那就是亲上加亲 还能给儿子未来铺路 我听到这话差点没反胃 周家小儿子比我弟还放荡 小小年纪就和女网红暧昧不清 上过恩赐热搜 我妈是生怕我不吃苦 连后半辈子的苦都安排妥当 嘻嘻 妈妈这是为你好 还不快谢谢我 我捏紧筷子说了声谢谢 话头一转 辍学是没问题 但弟弟的同学 会不会再嘲笑他有个辍学的姐姐 当年那场新闻发布会顶多轰轰普通人 名流桂圈谁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果不其然 弟弟摔筷子不满道 你能不能别出馊主意 上次见死不救 这次还要再丢我的脸吗 母亲立马笑不出来 第三下四哄弟弟 却没得到一个好脸色 爷爷和父亲也不帮他 只当看笑话 在这个家 爷爷地位最高 其次是爸爸弟弟 最后才是妈妈 可悲的是 妈妈明知道女人处境艰难 却向下剥削我 向上讨好亲儿子 亲儿子还需要讨好 足以见得家庭教育多失败 一顿饭我吃得胃同嚼辣 窥探到母亲的坏心思后 我连一个月回一次家的习惯都省了 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帮同学写作业 偶尔接空分的大单 但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还是宋昭的作业 他的作业我收费最贵 最近他给我发了越来越多的雅思测试题 我水平不够 只得埋头苦学 不然丢失宋昭这个大客户 我心疼 好不容易把正确率提升上去 对方又开始灯红酒绿的生活 我曾好奇到了真正的考试怎么办 对方却嘲笑我不懂有钱人的手段 真到了雅思考试当天 宋昭却依旧在赛场飙车 我截图他的朋友圈 证明他本人确实没参加考试 但到了初成绩当天 他朋友圈又秀其雅思考试成绩 小小雅思 手到擒来 底下一群恭维他的人 我直接匿名举报 将消息发给宋氏集团的对手公司 对家果然没放弃这么好的黑料 买了个高位热搜 警号宋氏集团接班人 雅思作弊 警号 消息一出 全网哗然 上次飙车撞人的事件还没平息 大家都接力宋氏集团倒闭 父亲花了大价钱压下黑料 气到每天在家族群发火 怒骂对手公司不做人 我赶紧安慰父亲 积极出主意 国外的学校不是可以捐款进去吗 体育特长生是最好的遮羞部 可惜弟弟连像样的技能也没有 外加上次撞人的新闻太过轰动 突连国外也有所耳闻 大部分婉拒了宋氏集团的捐款 花了几千万美金 才拿到一所藤校的面试邀请 视频面试里 一家人打扮得像精英家庭 一听口语直夸地道 一问问题 哑口无言 作为国际学校的学生 宋昭口语水平自然不是问题 问题是回答不上考官的问题 到最后宋昭被问烦了 直接摔门离开 留下父母面面相去一个劲道歉 名校进不去 普通学校总可以随便去 父母打定主意让儿子出国留学 不巧碰上疫情 宋昭怕死赖在家里不敢出门 爸妈只好安排他参加高考 但教养的富家子弟怎么受得了枯燥的学习 他每天逃学 作业依旧交给我 我拿钱办事 甚至故意写全对来提高父母的预期 期中考试后 提前得知答案的宋昭毫无疑问 又是第一 父母更加不会管儿子逃学 只要成绩好就行 终于 临近高考 母亲天天在群里发紧礼 父亲则在朋友圈提前预祝儿子考个好成绩 只有我知道宋昭的真实水平 并忠心希望 他们看到儿子的高考成绩还能笑得出来 当然 如果宋昭能偷到高考试卷 我也不介意送他去吃枪子 宋昭也急躁起来 面对高考 他还是害怕 问我能不能帮他作弊 我直接拒绝 一想到高考过后 也不会联系 我干脆删除他的联系方式 注销账号 豪宅内 宋昭看到红色感叹号怒砸手机 声音引来时刻关注他的母亲 面对敲门声 他不耐烦骂了声滚 随后就在游戏世界大杀特杀 高考当天 我特意把两个手机都关机 生怕父母影响我考试心态 高考过后 我躺在出租屋鼠前 算下来大学的生活费也够用 但我还是打算继续打暑假工 忽然 敲门声响起 我立马从床上蹦下来 原来是我爸 他进门后 先是对我考试过后躺平的行为表示不满 紧接着说 想让我进公司学习公司事务 你已经成年 该担起家族责任 不要觉得你是宋氏集团千金就可以有特殊待遇 从基层做起 从小厂做起 我心存幻想 以为他们终于对宋昭失望 开始培养我 然而 我低估了这家人无耻的程度 所谓接班人 就是去宋氏集团旗下的小厂子里面 当流水县工人打杂 一天上班八小时 加班四小时 其他工人有加班费 我还因为特殊原因无偿加班 这破工作谁爱干谁干去吧 我当晚提筒跑路 第二天 父亲知道后怒骂我吃不得苦 以后成不了财 甚至为了锻炼我吃苦耐劳精神 想让我背二十斤重的书包爬泰山 我直接对回去 吃得苦中苦 伺候人上人 你们这么爱吃苦 祝你们后半辈子拿苦当饭吃 我爸气到跳脚 你已经十八岁 到了工作的年纪 能为家族企业 省去一个工人的工资是你的荣幸 我回过未来 原来 你们没想给我开工资 对面理直气壮 一家人 谈钱多伤感情 你要是不去 房子也别住了 我买的房子 我有权收回 想拿房子威胁我 我二话不说 收拾衣服 住五星级酒店 还是对手集团的酒店 坚决不给自家公司送钱 高考成绩出来当天 母亲盛装打扮 早早在朋友圈发文 引得一群扩胎给她点赞 招招 该查成绩了 你密码多少 宋招把头捂进被子 关你什么事 四三八 母亲脸上的笑容僵住 不断给自己洗脑 才咽下这口气继续敲门 父亲听到声音 连忙制止 小孩子紧张 你逼他干什么 密码直接找老师 要不就行了 还得是老公你聪明 两人刚准备打电话问老师 报喜电话就打到父亲手机里 请问您是送同学的家长吗 恭喜 您的孩子高考成绩夺得全是理科第一 父亲高兴到跳起来 哈哈哈哈 同喜同喜 请问具体分数是 七百一十 请问您孩子意向是清华还是北大 母亲骄傲道 那得看哪所大学有诚意 我儿子可是特意推掉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 来参加高考 清华北大还不是信首年来 话音刚落 变化里的笑声消失 顿了三秒 校领导才艰难道 抱歉 我可能打错了 理科状元是个女孩 请问您确定是宋西宋同学的家长吗 什么 父亲的声音带着强烈的不可置信 甚至不愿承认 母亲咧到后脑勺的笑容一下子收回来 神情错愕 宋西 不是我儿子宋昭吗 你有没有搞错 我儿子可是国际学校的第一名 校领导也莫名其妙 搞错了 我们是试意中 国际学校又怎样 状元还不是在试意中 挂断电话后 校长找同学家长打听 又从学生手里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 校长电话打过来时 我正在酒店点外卖 是我 我在新顿酒店 房间号7410 下午 酒店负责人似乎接到通知 不仅免了我的房费 还提供一日三餐 客房经理再三确定 您真的要在酒店住到开学 我点头 对 住宿费我出 不用免费 那怎么行 叔叔给你升总统套房 想住多久住多久 我抬头一看 是小时候经常来我家找父亲的商业好友 也是酒店的负责人 他知道我的身份 围观了当年那场荒唐的新闻发布会 也知道我和父母的矛盾 绝口不提回家的事 让我在这里想住多久住多久 最后还拉着我在媒体面前拍了一张照片 第二天 所有人都知道里科壮远住新顿酒店 已经有家长预定我的房间 给孩子在明年高考前住 一时间酒店爆火 客流量爆满 我也住进总统套房 每天吃着免费酒店自住 然而我的父母就没那么高兴 父亲一脚踹开宋昭的房门 揪起床上的人 密码多少 成绩我帮你查 母亲心疼儿子 你干嘛呀 昭昭还小 你好好说话 闭嘴 父亲一耳光扇在母亲脸上 他道貌黯然惯了 这是第一次动手 母亲不可置信缩着脑袋 再也不敢插嘴 宋昭吓得大哭 说出了密码 父亲拿着学号和密码登录 最后看到成绩气到把电脑都摔了 肯定是搞错了 你回回考第一 肯定是月卷出问题了 父亲拉着宋昭去学校找麻烦 奈何学校也不知情 他们比家长更诧异 毕竟宋昭交上来的作业和试卷都堪称完美 母亲天天去学校门口闹事 弄得校长难堪 干脆成立调查组 最后居然调查出 宋昭串通其他同学提前买试卷 学校抓到把柄 不顾父亲面子 全校通报 国际学校上学的都是有钱人 不到一个小时就传遍了圈子 贵妇阔太们更是挨个发朋友圈内喊 谁让母亲之前太得意 风头过盛得罪人而不自知 宋昭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父亲却因为生意不得不参加酒局应酬 被人取笑 一连几天 家里都是低气压 最后父亲实在受不了 开始打电话骚扰我 回来住吧 酒店毕竟不是家 我点头同意 你说得对 毕竟我房间哪有酒店大 连脚都伸不开 我的房间是卫生间改成了上床下桌 不足七平米 一张床 一个衣柜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对面气急败坏 我是为你好 要不是我们的苦难教育 你能考这么好 我戳破他们的谎言 我考得好 是因为学得好 和你们的教育无关 父女俩的对话不欢而散 因为考得好 不少人请我上门做家教 哪怕我只能干两个月 教不出什么成绩 家长也乐意花钱图个吉利 于是我拿到了每月两万的家教费 日常只负责教二年级孩子养成正确学习习惯 我的成绩值这个假 而父亲却想白调我的劳动 两两对比 更显可笑 最后一天教学结束 中午家长留我在家吃饭 感谢我帮他们的孩子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 成绩日后再说 学习习惯是基础中的重点 我吃完饭回酒店 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人 爷爷坐在大堂 浑身上下严肃散发着不好惹的气息 见到我第一句就是 回去吧 等你毕业后负责集团的海外事业部 然后给宋昭当吸血包 捧住上位 我坐在爷爷面前 直接撕破脸 有你这样骂自家弟弟的吗 你是女孩 董事长的辛苦不是你能承担的 安心拿分红 有事儿你弟弟担着不好吗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怕是遇到事儿第一个拿我祭天 我礼貌回绝 不用了 我辅佐不了一头猪 老人家背剧没有变脸 反而威胁道 不就是读个清北 看把你能的 你尽管读 出来找不到工作 别怪我 我给过你选择 我捏紧拳头离开 我可不是三岁小孩 背下几句就乖乖回去给宋昭打工 不顾家人劝阻 我义无反顾填报了首都的大学 哪怕母亲装慈母 想让我留在省城读大学照顾我 还给我买别墅 我都置之不理 这家人画大饼一个比一个强 工厂流水线提同跑路就是教训 大学四年 我严格规训自己 除了上课就是兼职 到了大学 父亲就断了我的生活费 还向我索赔十万的养育金 爸爸也不是真想要钱 只是太想你 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 回家后一切错误 爸爸既往不救 我看到这条消息 差点没吐出来 他怎么好意思说出女儿是小棉袄 哪家小棉袄 差点被父母饿死 就为了所谓的苦难教育 这也更坚定了我创业的心 大学毕业后 我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开了家电商公司 专做跨境电商 卖的都是小物件 赚个汇率差 后来扩大到直播 进入直播带货行业 为了创业 我几乎住公司 每天手机电话都是爆满 很多次父亲给我打电话我都没看见 看见了我也不会接 直到某天 合伙人主动请我吃饭 还让我别太辛苦 适当放松 我大惊 难不成你想把我踢出去 合伙人无余 直接点开手机给我看 手机显示的是宋氏集团官网 上面有新任总裁的任命 宋昭西装革履 发型精致 看起来人模狗样 哦 就这 我抓起鸡腿就啃 心中毫无波澜 一个从小就知道的预言成为事实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 你不伤心 不生气吗 我还以为你是伤心过度才全身心投入工作 合伙人把饮料放在我手边 我习惯有事儿自己担 从未示弱 听他这么一说 看了看菜单 心想这顿饭居然是这么来的 我假装伤心 确实有点痛苦 要不你再请我吃顿晚餐吧 牛排要全熟 这么好的宰客机会我可不能放过 合伙人点头答应 但仍旧怀疑道 你这胃口一点也不像伤心的样子 我把他那份鸡翅也端过来 我一伤心 饭量就变大 最后的结局是我吃了两份鸡翅 三个鸡腿 外加一杯柠檬苦瓜汁 当天晚上 我收到父亲的消息 既然不肯回来 公司就没你的范儿了 我坑了两顿饭 心情高兴 回了一句 你们一家三口的事为什么要和我报备 从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宋家没有女儿开始 我就不是他们的孩子了 蜡黑联系方式后 我的世界再次恢复正常 三年后 传媒公司上市 我和合伙人萧纸嫣的名字传遍圈子 看得起的看不起的 都带着笑容 恭喜我们两个创业成功 只有我知道公司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还得感谢萧纸嫣家世背景深厚 某次商业聚会 我和萧纸嫣出席 正巧遇到萧纸嫣的爸爸和我父亲 两个老狐狸互相看不惯还得处处恭维 老宋 还得是你家宋熙有本事 创业归来 身价比你这个父亲还要高 父亲脸上闪过难堪和不悦 辛苦了一辈子 结果身价比不上被打压的女儿 没有我们的苦难教育 他能有今天? 萧董事长罕见没接话 笑容也淡了不少 我端着酒杯就往里面冲 被萧纸嫣拦了下来 别冲动 这么多人看着 私下你想怎么找茶都行 当了生意人 脸面的药 我深呼吸一口气 灌了一肚子酒 可还没等我找他们麻烦 麻烦却抢先一步找上我 母亲不知道从哪弄到我家的地址 直接跪在别墅门口 嘻嘻 求求你救救你弟弟吧 他在赌场输了十个亿 求求你帮他还了吧 否则你弟弟就要被人砍断手脚 我把萧纸嫣推开 穿好衣服站上阳台 大婶 你谁呀 没看新闻哪 宋氏集团没有千金 只有儿子 你们一家三口可不要乱讹人 回旋标正中眉心 母亲恐怕也没想到多年前为了哄儿子开心 如今断掉了唯一的求生机会 他还想跪地磕头 被萧纸嫣叫来的保安拖出去了 十个亿而已 父母要是真心疼宋昭 砸锅卖铁也要凑齐 下午 宋氏集团即将破产的消息登上热搜 萧纸嫣打听到消息 我弟是被人做局陷害 赌输的钱差不多是整个身家 不至于走投无路 但宋家积累的财富会一夜清零 你弟弟接管集团后 豪车换得比女人还勤快 又喜欢接受采访上热搜 被人盯上也不奇怪 我滑动iPad页面 头也不抬回答 用词严谨一点 我可没有弟弟 萧纸嫣怕惹我生气 连忙道歉 对不起我的错 用词不当 这事儿和你无关 我再次翻脸 怎么和我无关呢? 萧纸嫣无话可说 我的脾气在谈恋爱后显露原形 人前仙女 人后不讲理 好在对方把姿态放得很低 那您的意思是 我把平板倒扣在桌面上 宋氏集团这些年胡乱投资 外家管理不善 确实混乱 但也不是一无是处 它在旅游行业的优势是我们公司缺少的 萧纸嫣若有所思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想收购 这家人 我是一天也忍不了了 第二天 警号宋熙 宋昭亲姐弟 警号热搜再次登顶 宋家人想拿我当挡箭牌 好道德绑架 我给宋昭收拾烂摊子 甚至消失多年的一家四口合照 也出现在各大营销号手中 我可是靠互联网发家 绝不会让他们拿捏 很快 警号什么阿猫阿狗 也来冒充宋氏集团千金 警号 警号宋家只有儿子 警号 警号宋昭 车祸 警号 警号宋昭 考试作弊 警号 一系列热搜 相继轰炸网友 大部分网友骂宋家重男轻女 养出了宋昭这种草菅人命的富二代 顺道夸我大女主翻身 支持我脱离宋家 宋氏集团股价再次狂跌 我的传媒公司股价走势一路向好 爷爷被气到住院 在重症监护士大骂我不孝 早知道当初生下来就该掐死 我没理会他的将死之言 全身心投入收购案 一年之后 宋氏集团不复存在 父亲母亲提着大包小包来投奔我 甚至扬言和宋昭断绝关系 我直接将他们赶出家门 将当年他们看不起的老婆小买下送给他们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从小到大 我都记得你们的教诲 从现在开始 多吃点苦 不用谢我 下辈子你们一定是比尔盖茨 父母大骂我不笑 我却掏出五十块钱递给他们 一周的生活费 不要在乎吃什么 五十块还不够你们花 我原话奉还 他们敢怒不敢言 从此以后 我每周只给五十生活费 心情好就给一百 他们闹 我就降到三十 当年我怎么活 他们就怎么活 两年后 我和萧纸嫣步入婚姻殿堂 再次见到宋昭 是在一国旅游 萧纸嫣帮我拍照 最后在照片角落里看到断腿断脚的乞讨者 我打电话把人送到了残疾人流浪中心 捐了一笔钱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温暖的阳光驱散了前半生的阴影 往后皆是坦途 站在阴影里的我努力奔跑 终于收获美好 重见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